全新的須尚南投市制 十日後再起在南投市 旧風館來發表 南投市中有專家鐵標示 這本書可以說是南投市的死命紀錄 紀錄的不然是過去20年的變成 即使是一場會帶我們來實施 南投市的前途路頂 第一半的南投市日 在明國91年完成 只有一十多年過去了 南投市地主人環境文化生活 經濟建設在國方面 經歷很大的改變 南投市公司營出決定 編輸申辦的刺激 在今天終於我接任了兩年的時間 今天新書發表 我們接下來除了會把實體的書本 放置各個圖書館之外 接下來我們也會把相關的連結 電子書的連結提供到網路上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在這幾組上 持續來推動南投市的各項發展 也要拜託大家一起共同來關心我們南投市的未來 我們非常感佩南投市公所 在前任的宋懷林市長 他的魄力跟元件之下 他編列了經費 來進行需求他投市制的浩大工程 那同時在我們接任的張嘉哲市長 他的努力之下 終於在今天舉行專輸的發表會 為東岸資料到參加調查 為老兄平到地坑幾乎共存的立書 變成團隊不然是在驚訪 國基盤幾六年地坑在單位 聽出南投人的心聲 就是為了救到申辦的南投市集 來定行出正式列車有溫度的南投市 在南投縣的大學裡面 有下背景就是濟南大學 那鄭鵬那時候我也在裡面做研究跟教訓 所以我們就跟市長就一起 我又是南投市土生土長長大的 所以我們就一起投入一間這個市制的鑽形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 基本上我們也可以了解到很多的事情 還有人文的一個脈絡 還有一些地方的人文型 原本除了在這邊有些歷史文化 我們其實不是很清楚 但透過這樣的撰寫的一個參與過程 也了解了自己的地方的一個發展文化 南投市長長加鐵表示 基本設計不能讓我們了解南投的歷史 也幫助我們更加好來展望未來 結果對家鄉的熱愛加震動 記者財神的藏寶島 開場看 不在這裡 沒有請問